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着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5月27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啊,关于恒大有这么几个消息 第一个呢,就是浙江箭头公告 这个浙江箭头啊,可能跟恒大之间有业务往来 公司为加快化解公司涉及中国恒大集团 及下属公司应收账款余期问题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建工拟于中国恒大集团 下属控股公司承搏置业 浙建房产达成在建工程三方转让协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告 实际上像这种公告很多啊 最近也有其他家这么操作 这是什么一个玩法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A公司为例 这个A公司啊,是上市公司 它跟中国恒大及中国恒大集团下属的子公司 公司之间都有业务往来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应收账款 实际就是中国恒大集团子公司欠A公司十个亿 那大家清楚啊,目前恒大爆雷了 这十个亿肯定是没钱给 你要等着它债务重组 等着它破产重整 遥遥无期 那从这个会计的角度啊 审计角度 它就会把你这个十个亿当作坏账给你提掉 第一年可能提20% 第二年提50% 第三年就给你全部清掉 如果说它现在判断恒大就是还不了了 它现在就给你全部提掉 那十个亿提坏账 那对商人公司的利润这个影响非常大 这个例子非常多吧 也很多这个也是商人公司啊 专修专饰的 什么金唐兰 广田集团等等啊 都是跟中国恒大合作 因为应收账款回不来 导致计题 导致公司一次亏损十几个亿 或者是几十个亿 导致这个十几年来都白干了 十几年的利润都不够这一笔赔的 那这个商人公司股价肯定是跌得很惨 可持续经营能力都是个问题 它要再踩上一个别的房地产公司的雷 那这公司基本上就面临着退市的风险 那在这种情况下 A公司的大股东这个时候就跳出来了 不能这么直接的啊 做账务处理 坏账计题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一来公司的股价会暴跌 二来这个公司又可能要退市 那么作为大股东来说 损失惨重啊 因为大股东好不容易搞个商人公司 在A股上市了 结果它也退市了 那你说它损失多大吗 所以说啊 作为大股东 它就会安排一家关联公司 跟大股东或者没什么关系 总之大股东在幕后操纵 一家公司去找A公司 中国恒大不是欠A公司十个亿吗 那你这十个亿的债 你转让给这个关联公司叫B公司 这个B公司啊 给A公司付八个亿 对吧 具体是八个亿还是七个亿 这个是可以谈的 到时候会计公司出个审计报告 再出个资产评估报告 你八个亿把它买下来 那么A公司就收回了八个亿 那么A公司就避免了 这个坏战计题啊 导致这个利润暴减 然后导致公司又可能要退市 可持续经营能力有问题 那么他收回了八个亿 他这风险全部减除掉了 他的股价也可能还涨 那B公司从哪来的八个亿呢 总之是兜兜转转 是A公司的大股东出的钱 那A公司的大股东 为什么出钱干这事呢 这是我刚才说的 他第一个是自救 如果他不出这八个亿 他这个上升公司也可能要退市 即便不退市 股价暴跌 损失的也是大股东 所以大股东有必要去施救 如果大股东跟私募基金 跟其他的资本勾结 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 那你比如说 因为受恒大影响 A公司的股价肯定跌得很厉害了 跌得很厉害 那么大股东啊 要实施这个叫债务充足的计划 这个当然他这个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可以提前找这些私募 找其他的人借钱 以各种名义抄底 低价买入A公司的股票 等筹码吸足之后 这边自己宣布 找了一个B公司 来把A公司的对恒大的债权收购了 本来要记提十个亿的 现在不需要记提十个亿了 挽回了八个亿的损失 那么A公司的股价肯定会暴涨啊 因为前面跌了嘛 现在要回来 暴涨的过程中 大股东 集齐这些私募基金 就可以把他以前吸的筹码 再抛出来 让韭菜来接 那韭菜一看 这个公司又有利好 以后又要大发展 现在又新基建等等 反正理由很多 总之就去把大股东的筹码接了 那大股东最后回头一算账 虽然掏了八个亿 但是他在股市上赚了八个亿 你看这样一花接木 最后谁来买的单呢 最后是韭菜买的单 恒大也没出这个钱 因为恒大也没钱出 韭菜纷纷把这个钱给补上了 然后呢 理由什么 理由这个公司啊 要大发展 新基建 马上就要大展拳脚 大家一定要记着 最终买单的一定是韭菜 你不是你这个韭菜买 就是那个韭菜买 不是你在这儿买 就是在那儿买 总之你是逃不过这一劫 往后啊 类似这样的操作会越来越多 所以炒股的韭菜啊 还是要擦亮眼睛 尤其是那些买了恒大烂尾楼的 本来在恒大这儿已经被坑了一道了 然后你又炒股 结果在这儿又被坑一道 一鱼两吃 连着被坑 那就赖不得别人了 只能怪自己太贪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啊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河南的 还有安徽的几个村镇银行 不是提不了款吗 我没有太仔细的去聊这个啊 去看这个 因为这个很简单啊 你这这么多受害者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这个村镇银行 跟中国工商银行有区别吗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这个银行 跟建行有区别吗 你是为了多那一点点的利息 把你从工行的 从建行的存款 全部提出来 转到这个银行 自己主动的去承担风险 去冒险 所以说 首先要从自身找原因 不要找任何借口 第二个 是理财还是存款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到底买的是理财 还是存款 就是把钱存在银行 如果你连这个的分不清 你怎么有那个胆量 去玩这些东西呢 你以为是评判 俄乌战争啊 有嘴就能说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买房 理财 等等啊 买股票 这都是高风险的事啊 专业性很强的 你有规避风险的这种能力吗 实际上你是没有的 你连理财和存款都搞不清楚 都没有办法分辨 然后说自己我是被骗了 我就是存款 他怎么告诉我是理财呢 那你赖谁呢 你连存款和理财 你都分不清楚 你还要去投资 你这不是扯淡吗 第三个啊 就是好多人就编造出来了 说什么这个村镇银行啊 搞了两套系统 一个就是真假美侯王嘛 真假李奎 他们的钱都进入了那个假系统 说是这些村镇银行的高管或者股东 他们怎么样贪赃王法 怎么样违规操作 刻了两个章 然后怎么样呢 相当于把进入这村镇银行的存款 给截留了 截留到另外一个体系里面去了 然后去理财 全部赔掉了 总金额将近400亿 编故事编的都有点离奇 你知道吧 村镇银行 它也有监管的 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这就是刑事责任呢 能伪造一套公章 然后还开发一套系统 跟那个村镇银行是一模一样的 故事编的有点离奇 实际上我认为很简单 就是村镇银行 它跟第三方委托 卖理财 整的那是理财产品 很多人以为我是村镇银行 实际上你在买理财产品 结果买了这个理财啊 十一八九都到了房地产去了 之后爆雷 回不来 这个理财产品 它包装之后 你以为是存款 因为你到期可以取 有的时候还可以提前取 那你误以为 它就是个普通的存款 实际上不是 它就是理财 支付宝不是可以一天一存的吗 对吧 你今天存明天可以取啊 它也是个理财产品啊 你把钱存在支付宝 你以为是存款是吗 你把钱存在支付宝账号 那就是理财啊 你只要把钱存在银行 那才叫存款 那个是由国家保护的 50万以内 赔了这个包装公司 给你赔钱 理财的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 所以你就得自负盈亏 所以这些人又在维权 又在村镇银行就闹 我为什么说很大的时候 又说到这个村镇银行呢 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 很多很大理财的投资者 也被这些村镇银行给坑了 就相当说 它既掉入了这个恒大的坑 又掉入了这个村镇银行的坑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你怎么总挑坑挑呢 这个首先从资深找原因了 还有一个我提醒一下大家 在中国啊 搞这些金融呢 智商都很高 都是聪明人 他们设计的这些产品 你一不小心 你就掉到坑里去了 就被他蒙了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被他聪明 你想着赚他那点 多了一点点利息 人家盯的是你的本金呢 你把钱存入他的那一刻 他就没打算还给你 他有办法让你源源不断的往里放 因为他利用了你的贪婪 这个车员呢 再说第二个 就是央行啊 又再一次的召集了 六大行 十二家股份制银行 五大AMC 就是五大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就十二家问题房企 纾困并购业务情况 召开专题会议 这十二家房企 具体名单为 世贸集团 中粮控股 绿地控股 中南建设 澳元地产 恒大集团 融创中国 融胜发展 阳光城 荣幸中国 加招业 广州复利 截止目前 多家AMC 就是资产管理公司啊 地方城头 等已出手 我为什么说又呢 再一次呢 央行召开这样的会议 在我的印象里面 这应该是第四次了吧 召集什么六大行 银保监会 然后十二家股份制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啊 然后就这些 出险的房企啊 进行并购 专门招这样的这个 专题会议 已经好几次了 那为什么再一次召开呢 那说明前几次开的不行嘛 对吧 前几次开完 没有任何效果 这个我也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给大家都讲过 不会有效果的 什么原因啊 大家可以把以前的视频 再放出来看一看 我们接着玩下讲 那这一次 为什么又召开呢 很显然呢 跟前两天的这个 李克强总理召开的 十万人大会 稳住经济发展的大盘 这个会议有关 因为在这个会上呢 央行表态了 总理也表态了 就是这个信贷啊 要宽松 要给这些房企 加杠杆 这个我在昨天视频也介绍了 能给房企 加杠杆 那你就得找这些 金融机构开会啊 要贯彻 宣讲这个政策 统一思想啊 要给这些 资产管理公司 做工作 前面跟大家说的都没用 大家都没有动作 都是拿个本本来开会 假模假式的在那寄 实际上寄完了 回去啥也不说 啥也不干 那中国开会就这样的 领导在上面说 下面都埋头苦记嘛 显得认真 那寄的啥 他不会再看的 因为没打算去出手 什么并购 但是开会你让来 他必须要来 那这一次呢 显然力度要大了 央行已经说了 叫硬放进放 如果给这民营房企 提高杠杆的话 那么实际上 把风险就转移到 银行身上了 银行多大一点风险 本来只能带五个亿的 这个风险可控 你现在给人带七个亿 风险稍微大点 可不可控呢 两说了 以后再说 是不是个逻辑 但是这一次不同的 把恒大拉进去了 我记得以前开会 没有恒大 恒大已经排除在外 他是挂的特须嘛 他是独一号 但这次把恒大也拉到一起了 说明什么 第一个说明恒大 这个广东省工作组 工作不利啊 啥问题没解决了 最后还得央行来出手 第二个呢 说明恒大某准程度上 可能有转机 就是你广东省 搞的那个债务重组啊 肯定没戏 那还是拉到央行这儿 让其他的国有房企 央企 资产管理公司 来先对恒大 进行一轮复苏 把恒大那些资产 挑一挑 捡一捡 先给买走 那恒大的问题 就越来越小 对吧 他的资产 他的负债 会越来越小 人家都成债时收购啊 那恒大 这个盘子越来越小 最后才好进入破产重整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恒大的很多项目 可能就得救了 因为不管哪个央企 把它收购去了 他的项目肯定要做完 最大可能的避免浪尾 最后剩下处置不了的项目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但是央行 召集金融机构 还有资产管理公司 开这个会 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想啊 作用不会太大 因为央行 这次开会 和前几次开会 唯一不同的 就是感觉力度 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他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有两个嘛 一个就是房子卖不动嘛 房子卖不动 你央行在这整 有什么用啊 你又不愿意救韭菜 对不对 你又不愿意给韭菜 发购房券 你就是救这些项目 救房企 那你所做的 也无非就是 把他房子盖起来 盖完 不乱尾 之后卖得掉卖不掉 以后再说了 无非金融机构 提供天量的资金 让这些房企 暂时不要爆雷 先把项目干完 能干完的都干完 也就是这样嘛 但是韭菜没钱买 就是不买 那你这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嘛 最后房企 他还是没有钱 就还银行的贷款嘛 那不管这个是央企开发 还是民企开发 你都卖不出去 所以问题是一样的嘛 第二个就是 你看他找的这些啊 五大资产公立公司 十二家银行 这些国企 他们是不会去主动的 并购民企的项目 这个理由 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 咱就不说了 就是说他们本能的是想回避 不想燃这个麻烦 出离不讨好 充满着风险 容易被民企坑 自己也得不到好处 那为什么要去收购啊 我去公开市场 去拍卖土地不更好吗 从头到尾都是我掌控 我来做 我为什么收你一个 半生不熟的项目呢 谁知道后面有多少窟窿啊 不管这个项目赚了钱 还是赔了钱 我反正没什么好处 赔了钱我还担责任 对吧 你不管赚赔 过个十年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困难过去了 那么就会有司马南这样的人 回头再找你算账 说你为什么要收购他们项目啊 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啊 那你说这些央企的头 他为什么干这事呢 是要给他升一级是吗 所以他会找各种困难 对吧 借口就是不收购 逼得没有办法了 那我就收购一个啥呢 就收购一个跟我有关的项目吧 我也参与过 对吧 像信达 他就会收购 为什么 他下面的这个新托 都已经参与了恒大很多项目 你不参与的话 你这新托的钱可能回不来 他是没有办法去收购 因为他已经被燃进去了 其他的啊 跟恒大无关的 人家是有多远跑多远 要回避 对其他的民营房企也一样 现在又增加一个原因 增加一个什么原因呢 你看现在央行明显的是宽松了 总理都喊了要救市了 要校正对民营房企 什么抽贷押贷的行为 收缩贷款的行为 你以前做的就做错了 现在要纠正 那这些民营房企啊 还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啊 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他们也会看风使舵的 一看这个情况 马上就要解放了 春天就要来了 我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 你先让我便宜卖 那是不可能的 本来一个亿的东西 我现在要三个亿卖 爱买不买 你看吧 民营房就觉得这么干 这就是博弈嘛 前两个月他要死的时候啊 你给他两个亿 一个亿 他绝对卖给你 但是在今天这个宽松的环境下 你说两个亿 对不起 我要三个亿 你要给他三个亿 对不起 我要四个亿 他总之肯定会这么掉的 最后是变成什么 变成你干脆借点钱给我 我把房子盖起来 对吧 我带你分钱就完了 民营房企的老板 都是这么想的 他是不会放弃 手上的这个 任何一个项目的 他放弃那个项目 都是没有办法 都是被强迫的 强制把他拿走的 许老板在春节之后 就喊出来 绝不借卖恒大的资产 这个不是咱们胡说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 许老板的这个发言呢 你以为只有许老板 一个人这么想吗 许老板代表的是 民营房地产企业老板的 新生 大家都这么想的 救命的时候可以 对吧 我一两个项目 卖便宜点 我要活命 一旦现在闯购气来了 而且眼看着春天就要到了 他会把自己手上的东西 卖完吗 卖完他不啥都没有了吗 所以他不会卖的 所以他就会博弈 这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本来是来减便宜的 对不对 在这挑肥减瘦的 好项目我才买 然后我要打折买 结果这个民营企业老板 他不卖 跟我在博弈 还加价 那你说这些央企 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会去买吗 他要跟人家解释清楚 他以后更审计的解释清楚 为什么单准一个亿不买 你两个亿要买呢 这不让司马南们找到借口了吗 所以说我认为啊 这个央行 召集这些什么六大行 十二个股份制银行 五大资产管理公司 就什么十二家问题房企 纾困 并购业务 召开专题会议啊 效果不会太好 可能会比上几次啊 要好一点 因为这次毕竟总理发话了 作为工行建行 他还会再给恒大贷款吗 他不敢的 因为他是叫终身负责制 你领导能给我写个东西吗 保证以后不查我 没有吧 责任还是落在这个银行的头上 你贷出的钱 你负责收回来 那你逼我给恒大贷款 恒大他明明还不起 那你不是为难银行吗 那我该怎么办 行长他只能找借口啊 找各种借口 就是不带 走程序吗 走流程吗 批可以对吧 我跟你说 一般就是本来要带二十个亿的 我最后东卡西卡的 卡着五个亿 五个亿我也不想带 那我也走流什么 慢慢批吧 批到总行去 因为你是出贤企业啊 我这个制行没有权力批啊 批到总行 看哪个总行行长敢签字 他谁签字谁担责呢 所以这个程序啊 走半年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不想担责任 都不想借 但是你是任务压下来 要让我借 那我就让你签字 这就会导致 集中机构啊 还是不敢给这些 出贤的房企借钱 你会给一个老赖借钱吗 明知他还不起 你说你要借十万给他 你肯定不能这么干啊 银行其实一样的 因为谁签字 谁担责任 终身负责制 如果你给恒大借了十个亿 以后要不回来 人家第一反应的是 你是不是拿了好处 有没有贪污腐败 恒大有没有带你分一个亿 两个亿的 你说的清楚吗 说不清楚 那你说哪些银行行长 愿意去摊这个浑水 所以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 就是不带 所以啊 从以上几个原因啊 我就认为央行开这个会啊 意义不是太大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那你怎么样让韭菜 坐不住啊 跳起来要去买房 拦的拦不住 那这个恒大的问题 自己就解决掉了 融创碧桂园都一样 所以还是看看 怎么把韭菜刺激起来 让韭菜感觉到有希望 感觉到明天会更美好 感觉到工资啊 会一个月比一个月多 让韭菜感觉到 现在的房价就是底了 不可能再跌了 只会涨 那么韭菜就会去买房 只要这个韭菜一入市 这些民营房企的问题 基本上就解决掉了 央行啊 这些措施 给我的感觉 就是不想便宜了韭菜 我也看了新闻 现在啊 有些房企 比如碧桂园 开始涨价了 不仅不降价 还要涨价 所以现在就看韭菜 能不能坐得住 能不能稳得住 就是不买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